我刚刚因为我们下载了这个范例 我觉得多多少少你还是要对这个资料先有一些了解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视觉化分析的时候呢 无非还是要先把一些就是资料先了解分析什么 然后怎么分析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现有的栏位 有像什么部门名称 好了那如果说以前我们在做Excel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去分析总共有有多少个单位在里面 对不对 你可能只会分析这件事 或者是你就算出来就是说 每一个单位啊 他发文发新闻公告发了多少多少笔新闻公告 好还有像这边 这边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贴文的时间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去检视一下我们的资料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我们发文的一个那个最多的时间 好 那还有像例如说新闻的内容 新闻内容你用Excel怎么做分析 完全不能分析对不对 可是在大数据分析里面我们可以去分析什么 例如说透过文字探勘的方式去看看里面什么样的 我词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 好 大概了解说 最近我们新闻公告是以哪一类的新闻为主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这边是不是还有贴文的时间 贴文的时间 那有开始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 那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跟刚刚这个贴文贴文的时间啊 好像你会觉得说那有重复的 但是我们因为有开始公告开始跟公告结束 所以我们可以用公告结束来去减公告开始 来去看一看说他那个公告的天数 请问公告公告到民国两百年合理吗 有些公告也许他需要 因为我后来去查看一下 有这样子的公告 不多就是了 就是他公告 公告八十年 公告六十年 好 类似这样子的公告 那请问有没有 请问哦 有没有那个公告结束日 小于 就是早于公告的发文日 居然里面有 那我们应该透过 例如说希望之积合的方式找出来 对不对 就是你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 就是说 我可以拿这些资料来去做 做所谓管理 来去做决策 来去了解哪些单位最平凡 使用这个线上的系统 好 那类似这些的事情 所以希望说我们在网站分析 就是要学这一块 所以呢 首先 首先我想我们来去 以 就是类似像刚刚那个GA的观念 我们大概先了解 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一定就是新闻公告 它的一个发生的频率 那既然算频率 我想就是时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时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你就去思考 我要分析哪些事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那我准备就要把子给你们 每一个人去写 请问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我可以分析什么 请你先写出主角 比如说像刚刚网站分析 主角就是使用者 还有网页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的主角应该 你去看哦 主角应该是什么 单位 然后呢 贴文时间 还有什么 新闻内容 对吧 好 那你到底觉得你想要分析什么 至少能够先写出实项吧 而且最好不要是写Excel的 最好是写大数据分析 什么叫大数据分析 就是那些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好 来 请你们现在哦 来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 你越了解资料 等一下你分析出来 你就会越了解我讲的这些内容 好 请你们现在观看一下 我们这个内容